Hello 我是LuckLuck 今次講講王者天特合作的全角色確保持有數 在昨天的強化公佈之後 全角色的強度兼定位都定下來 所以今次講講角色方面的持有數建議 今次都是分了建議持有數兼理想持有數兩樣 而留意這裡不是必須持有數 畢竟我個人是從來都不建議強追某個角色 所以持有數是課番參考而議 好 既然是全角色的逐隻講起 首先是王騎 實用型態方面首先進化前的水屬貫通用 用回這招技3C的貫通技 目前唯一性高 另外隊長用都可以的 是兩倍血半減配置兼4C加算 只是綁體力系就難用一點 而武裝一系體力追加兼3SB配置 武裝二系都是 轉水屬兼3SB配置 而建議持有數方面是一隻 用回進化前本體 理想當然是3隻 畢竟武裝方面唯一性都有 而個人的看法是總結來說 進化前3CD是很罕有的 加上雙武裝同樣高價值 所以假如冥水隊的話都建議入手 OK 王騎 再下面是旁圈 形態方面首先進化前隊長用 是非變身擊減盾 加上3CD進化Skill是加攻 再者本身火力夠高是超高 所以整個本體是很不錯 而武裝一是火番追加攻擊系 加上有血強化2顆 兼貫通配置 即是火力加血兼備 武裝二是轉火速用的 SB兼3環極擊減盾 但建議持有數方面 個人建議0至1隻都OK 即是武都OK 而用是用本體或者武裝二 而理想持有數當然第3隻 個人總結來說本體方面是隊長的用 只是3色指定的Leader是難用一點 加上雙性高的另一邊又不多 所以變相火力是賣點最大賣點 而相對之下武裝二的這把武裝 這隻馬 入手價值是高一點 但假如不是命火都可以skip 所以變相0至1隻沒有都OK 好,第3位阿順就是用3個形態 首先都是隊長技用的 進發前是水combo leader 和王旗傷性很高 而武裝一是攻擊系追加 兼4SB配置 武裝二是轉水速用的 又火力兼威嚇技 但持有數來說同時是0至1隻 假如有的話用回本體或武裝一都OK 而理想當然都是3隻 個人看法是本體來說 雖然配置不錯 但在飛水隊主流之下的環境強到一般 變相確保是武裝一的價值高一點 假如不是命水隊都不必要入手 好,第4位是猴鳥鯛 好,形態方面首先進發前隊員用 是5CD多功能技來的 在光combo來說都幾高功能性 而武裝一是轉光屬用的 有防綁兼3眼鏡 武裝二就是平衡系追加用 算是4SB配置來的 SB兼3彎的威嚇技 所以建議持有數方面是1隻 用回本體最好的 而理想當然是3隻 個人因為本體來說 技能的功能性是非常高 加上目前的同類技能都少 所以光隊玩家是建議確保的 好,在下面是姜懷 今次Skin重 實用形態有2個 首先進發前是火力用 3、14劍3要強化之後這個角色 豪姆二彎是極高火力 再者是武裝二的加速容量 4SB配置 防綁覺醒是類似信的武裝一 所以個人建議持有數都是1隻 而理想就是2隻 總結來說 在現環境來說 都算是極高火力的等級 畢竟3、10C、35U經驗是最定級的 所以假如對PND未來有信心的話 即是對PND打壓通脹有信心的話 我個人是挺建議確保的 但假如信心不夠的 即是怕未來下一版極多這些30C、40C出現的話 總之怕極速打面的話就不見入手了 好,在下面是李牧 李牧都不用說了 進發前多色用 在6SB加攻率之下 今天5個3色強化 在3色編成來說是 馬德利或米蘭的上位版 而武裝一是平衡追加的 外加4色兼4彎破雙級組合 而武裝二是重力用的 是SB兼3色35%重力 所以個人建議持有數都是1隻 用回本體 而理想都是3隻 總結來說 李牧在多色環境之下 絕對是今期合作的大獎 而環境都是3色編成的主力 所以假如明多色的話都幾建議確保 OK,在下面是夢傲 進發前都是多色用 用回4CD解割技 攻略來說都幾高性能 而再者是武裝二 轉水屬用 有防綁兼3毒耐性 外加2彎破損級配置 都不錯 建議持有數方面是0至1隻 用回本體 而理想就2隻 個人認為夢傲都是用回多色編成 而目前可以說是伏克衛兼星戰銳的代用品 只是現環境之下星戰銳的能力 相比之下都是夢傲的上位 所以假如有銳的話就不用入手了 好,在下面是夢帽 好,形態方面主要是進發前 木狗餅的隊長用 在2CD固定10粒木生成之下 兩隻已經可以系統的 雖然打斜轉是難轉少少 但強度是有的 亦都是未來木狗餅重要的一員 而武裝一是體力追加用的 有3強法的配置 是不錯的 所以持有數方面個人建議是1隻 用回本體 而理想是3隻 分別是2隻本體 1隻是武裝一 OK 總結來說 夢帽是木狗餅頂級配置 即是現時木狗餅隊員太少了 所以未來強盜完全取決於官方做不做工 可以說是投資的一種 再下面是標弓 實用形態2個 進化前火隊生成用 同模模一樣2CD技固定10粒火生成 假如大版面是12粒 變相都是系統可能 而另外是武裝一型態 都是轉火屬武裝來的 有防綁兼3眼鏡仔 外加技能4彎的加速技都OK 而個人建議持有數是1隻0至1隻 用是用回本體 但假如沒有都OK 而理想都是3隻 2隻本體1把武裝一 畢竟本體是有系統的可能 但總結來說雖然是系統的技能 但定位是火串燒而不是狗餅這下 個人認為是可惜一點 假如是狗餅配置的話是更活躍 好 在下面是最後一位六星角色 楊端和 實用形態方面有2個 首先是木2V的貫通用 本體 在5C的貫通技之下 目前唯一性都有的 都不錯的 加上強化之後是10C6腰或雙10C6腰 變相都是火力用的同時 而第二是用回轉木屬的武裝一 覺醒是防綁兼3毒耐性配置 所以持有數方面個人建議是1隻 用回本體 理想就是2隻 總結來說本體是木屬罕有的短C的貫通技 加上強化之下火力經驗是2V的頂級 所以這位確保價值很高 OK 六星角色講完 下面是五星角色的持有數 有8隻 首先黃斌用回武裝周回用 技能是火全版火花用 所以建議持有數方面是0至6隻 總之越多越好 全部用回武裝 而理想是6隻 第二是蒙田 蒙田在強化之後都不錯 主要用回進化前 是光斜火力用角色 畢竟雙10C4腰 入光斜適合 而進化後是平衡追加用 但持有數方面個人認為1隻都夠了 用回本體1隻 而理想是3隻 用回2隻本體1隻武裝 而2隻的原因畢竟是本體強度都不錯 所以用回火力用來周回都OK 幸好下面是騰 用回武裝體力追加用 畢竟2彎擊減盾都不錯 而建議持有數方面是0 理想是2隻 雖然特確保 而在下面換期用回武裝1 是惡魔追加用 建議持有數是0至1隻 用回武裝 但沒有都OK 而理想持有數是2隻 雖然特確保 再者是吳慶 好厲害 形態方面用回進化前的生成用 進化Skill是2CD的10顆生成技 變相是system可能 加上武裝1是橫牌 兼體力是追加 所以個人建議持有數是2隻 2隻都是本體 不僅是system可能 而理想是3隻 OK next 萬極是用回進化前邪魔天降生成用 而武裝是惡魔追加用 技能是3彎威嚇幾都漂亮 所以持有數方面個人建議都是1隻 用回武裝 而理想就是2隻 OK下面的吳鳳鳴用回武裝 是平衡追加用 有2彎破傷及5回合的半減盾 但建議持有數都是0隻 理想就是2隻 而最後的漢明也是用回武裝 是體力是追加用的 覺醒有SP兼加速技 但建議持有數依然都是0隻 畢竟武都OK 而理想是2隻 進化前後確保OK 好這裡是全角色的持有數建議 而最後最後是看回黑幣寵 認證 今次的5顆黑幣寵會不會好呢 畢竟是有強化的 所以現在馬上講一講 首先形態方面兩邊都OK 進化前是光水這打用 在輕減乘大概73%之下 兼4師加算 今次強化之後覺醒都敬不少 4SP兼上10師上腰 而技能是光水珠弓應用 焦忌類似變身基路亞的技感 但個人認為最漂亮都是武裝 武裝是平衡是追加 但覺醒方面是很亮眼 雙方有耐性兼雙血強化 今天封條 再者還未完 技能是無雙盾無敵盾 所以覺醒兼技能的組合之下 目前唯一性高 整個性能是非常突出的 所以建議持有數方面是一隻 用份武裝 理想就是兩隻 整體來說 個人認為本體強度不錯 只是傷性高的隊長技都不多 所以編成方面是有分感上的難度 但武裝熊無二脈是非常亮眼的 亦都是目前的巴拿武裝上外動物品 所以個人建議確保一隻最少 畢竟黑幣重來說 都算很漂亮的 好 說到認證之後 今次王者天下角色幾乎全部講完 雖然強化是有 但可惜是強化不完 所以其他角色強化不完 都是可惜一點 好 那條片差不多了 個人準備都是建議有愛先確保 假如沒有愛的話 不建議環境強度都可難做基準 即是今版厲害多久 下版會不會打臉 這些都是未知數 所以假如有愛就確保 沒有愛就skip OK 條片就到這裡 最甜點的希望給你和訂閱我 我們下條片中見掰掰